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是李潘 在今天开始读书前 我先问电视机前的女同胞一个问题 如果你在医院里面生孩子的时候 你的老公不仅不会照顾你 他第一天来了的时候说 我把墨水洒到桌布上了怎么办 第二天来了又说 我把台灯弄坏了怎么办 第三天他又来了说 自己又把门弄坏了 你做妻子的该怎么回答呢 这不是一个段子 而是发生在照片上的 这对夫妻身上的真人真事 大家看这位男士呢 就是我国著名的大学者 大作家钱中书先生 他的围城已经成为了 几代人心目中的经典 旁边的就是他的妻子杨将 大名鼎鼎的翻译家作家 那刚才我问大家的那个故事啊 其实就发生在杨将写的一本书里 这本书叫《我们仨》 是在钱中书去世之后 杨将写下的 我们现在就翻开这本书 来看一看 杨将是怎么回答 钱中书给他提出的那三个问题的 在我注意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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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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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笨笨的丈夫 一直坚持为自己的妻子做早餐 这样的关怀和爱回忆起来 真是蜜一样的甜 有一点笨笨的钱中书 似乎很喜欢替妻子做这样那样的事 他们的爱似乎永远保鲜在了 他们初识的时候 在有一篇杨将写的散文里 他曾经这样记下了 他和中书初识时的情景 杨将写道 我第一次和中书见面 是在1932年3月 他身着青布大褂 脚踏毛底布鞋 戴一副老实眼镜 眉宇间蔚然而身秀 见面后 老钱开始给我写信 约我到公子厅相会 见面时 他的第一句话就是 我没有订婚 而我则紧张地回答 我也没有男朋友 于是便开始红艳往来 越写越勤 一天一风 以至于他放假就回家了 我难受了好多时 冷静下来 觉得不好 这是Fall in Love 1935年春 中书获得庚子赔款 公费留学资格 那时候我还没有毕业 但是考虑到 这位大名鼎鼎的清华才子 从小生活在忧郁的家庭环境中 被教养惯了 除了读书之外 其他生活琐事 一概不关心 尤其是不善于生活自理 处处得有人照顾 伺候他 所以我就下定决心 跟他完婚 一起去英国 1935年7月13日 钱中书杨将举行了婚礼 那年钱中书24岁 杨将23岁 杨将当时在清华大学研究院 尚未毕业 但是为了照顾中书 他毫不犹豫办理了休学 其实没能完成 清华研究院的学业 也是杨将的终身遗憾 但是自从和钱中书定了终身 杨将就时时处处 把中书放在了第一位 他自己的事情一律靠后 在他们的婚姻延续的六十多年来 世事如此 亦如当初 多年前 杨将读到了英国作家 概括最理想的婚姻时 有这样的一段话 我见到他之前 从未想到过结婚 我娶了他几十年 从未后悔娶他 也未想过要娶别的女人 杨将把这段话念给钱中书听 他当即回答说 我和他一样 而杨将也说 我也一样 杨将所写的《我们仨》这本书 今天我们就读到这里 也感谢您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了 钱中书 杨将之间 长达六十多年的感人至深的爱 好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感谢收看 明天同一时间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